18 会嫁曾志伟,婚后三年宁愿放弃五千万也要离婚,原因在呢? 近日的曾志伟应该是寝食难安了,被卓伟爆出当年性亲郎结阴的事件。 不过这事到底是真真假假,假假真真,我们这些吃瓜群众,也只能等着看戏。 曾志伟一直给人的形象都是一个笑嘻嘻,色迷迷的样子。 而且特别喜欢公开开游,笑容也是特别的猥琐至极,用情更是不专一,就拿她第一段婚姻来说吧。 曾志伟的第一如妻子叫王美华,我们都喜欢叫她宝吗? 当年18岁就嫁给了曾志伟,两人结婚后王美华就在家相夫叫子,心甘情愿放弃了歌手职业。 但是好景不长,两人的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便走到了尽头。 据悉,当年宝妈要离婚,曾志伟始维不愿意离,但是宝妈的离婚态度坚决,最后宁愿净身出户放弃五千万共同财产,并放弃了两个女儿的抚养权。 大家都会很好奇,为何当年宝妈执意要离婚呢? 很多报道说是宝妈恋上了小12岁的男友,才抛夫妻女的。 其实那些都是离婚了好几年后才发生的事情。 据宝妈自述,嫁给曾志伟三年,就忍了三年,新婚不到两天就结二连三地不回家,曾志伟想要风流快活的生活,而她接受不了一个不顾家的男人。 就这样两人的感情最终渐渐产生裂痕。 欢迎关注剑客娱乐,并查看下方留言参与讨论哦。